于文鳳入品追討 舊愛周星馳超過7000萬投資勇金案 今日25日繼續在高等法院開審 于文鳳由前律政司司長袁國強大律師做代表 開審之後周星馳承認在2002年的其中一晚 在普洛道7日 有跟于文鳳講過 會就于文鳳幫他進行的物業投資 賺到利潤的10%給予對方 袁國強提出 如果當時周星馳沒有答應 分10%的利潤勇金給于文鳳 于文鳳就不會全職幫他 但周星馳表示不同意這個說法 重申于文鳳幫他的主要原因 是因為喜歡和願意 還有指出因為于文鳳是他的女朋友 袁國強又問周星馳 于文鳳跟他的家人關係如何 周星馳就表示于文鳳跟他的媽媽關係不好 而周星馳就被問到 為何他跟于文鳳會談物業分成的事 周星馳益述自己對物業投資的想法 于文鳳很贊同 所以就說到分成了 而周星馳表示 給于文鳳的錢是一個心意 是一份禮物 亦即是10%的利潤分成 法官就問到 給錢女朋友做禮物不是很奇怪嗎 周星馳就指不奇怪 而周星馳表示 以一個口頭承諾 是他與于文鳳兩人的私事 法官就表示 明天準時10點再開庭